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二十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其中介绍了马云与北京监管交恶的更多细节 文章开篇说马云这个人头脑灵活而且雄心勃勃 从零开始建造了中国最大的商业帝国之一 但是现在他几乎完全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据了解他的人说 马云没有跟上中国政府转变的步伐 并且失去了对于风险的理解 他们说多年来对他的警告都置若罔闻 他的行为已太像一个美国企业家了 中国政府对于私营部门进行了打击 开出罚单并启动调查 迫使马云的公司以及其他包括滴滴出行 还有TikTok的所有者字节跳动等公司更紧密地遵守国家利益 北京方面认为这些公司掌握大量资金和用户数据 已经发展到政府无法控制的地步 而熟悉马云的人说 现在他已经开始打高尔夫球 有的时候还阅读道教的书籍 据华尔街日报所看到他的作品 他请了一位老师专门学习油画 一开始画花鸟 后来又转向了抽象风格 而据熟悉马云的人说 他此前去了北京试图平息事态 但是官员们没理他 马云偏离自己的轨道太远了 官员们表示 他的野心和直言不讳的天性 在中国一些人中引起了强烈的追捧 暂时在习近平和现在执政党的严密控制下 他将不再被容忍 而参与监管马云公司的有关机构 没有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 文章引述一位北京官员说 马云本应该专注于回馈党 而不是关注自己的利益 他本来应该保持低调 更多的支持政府企业 并与社会分享更多的公司利润 而马云的辩护者则说 马云他自己以西方科技大亨的方式行事 而这一切与马云本人其实并无关系 马云在一九九九年推出阿里巴巴这个企业时 许多高级官员都对他表示许可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还说自己是马云的一个认真的学生 阿里在两千年代末更是蓬勃发展 他在早期的一次演讲中说 公司成败往往取决于创始人 是否能够跟随自己的内心 政府官员对于马云的工作大多表示赞许 他在二十一师局出 在习近平成为浙江最高领导人时 总部就在浙江 当时习近平倡导创业公司 马云也与当时的中国政策是一致的 有一位浙江官员回忆 当时习近平鼓励像阿里这样的公司扩张 认为对国家有利 而在二零零七年习近平离开浙江 成为上海的最高官员后 习近平还访问阿里巴巴 你可以来上海帮助我们发展吗 早期马云觉得商业计划保密是比较明智的 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八年期间 担任阿里副总裁的爱里斯曼表示 二零三年在公司总部的一次会议上 政府官员对于马云当时的创业平台淘宝表示担心 说这到底是什么 不受管制互相卖东西 而马云明显感觉到了官员们的不安 就迅速改变话题 但是在一次又一次成功的支持下 马云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 马云说中国的银行在支持小企业方面做得不够 他们过于关注国企 如果银行不改变 我们就要改变银行 而习近平先生在二零一三年成为国家主席之后 私营部门的自由氛围开始越来越弱 当时习近平宣布国有企业不能被削弱 而且必须得到加强 北京的转变也与马云的全球崛起相吻合 但是马云自己没有意识到 二零一四年阿里在纽约证券交易所IPO筹集二百五十亿美元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股票销售之一 甚至超过了脸书的发行 马云当天演讲说我们得到的不是钱 是信任是每个人对于我们的信任 马云还表示为中国国企制造不安的感觉很好 二零一五年他在美国接受采访时说 如果有人需要为支付宝进监狱 那我就来 中国官员对于阿里和蚂蚁不断扩张的市场力量感到担忧 二零一五年市场监管部门说 阿里淘宝网上许多产品是假货劣质品或违禁品 还有一届侵犯了商标权利 当时阿里威胁提出正式诉讼 马云更是飞往北京会见了当时发布报告的工商总局负责人 当天晚些时候监管从网站上删除了报告 而将文件描述成是内部备忘录 阿里巴巴说我们感到很冤枉 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种转变 当时的工商总局局长在二零一六年的采访中说 我一再要向马云强调你不是在法律之外 但是当时的这一次事情已经给中国人留下许多印象 阿里强大到可以挑战政府 同时中国官员还关注蚂蚁在二零一三年的投资产品余额宝 监管命令蚂蚁必须缩减这一部分 因为担心它已承受了太多的风险 那个时候习近平和马云之间的分歧已经公开化了 文章介绍二零一五年在西雅图的一次会议上 习近平与中美高管齐聚一堂 包括马云也包括IBM当时的首席执行官 每个人都有三分钟的时间在习近平面前发言 当时习近平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除了马云其他人都遵守时间规定 而马云则大谈十分钟中国如何看待世界 中国公司可以做什么来改善美中关系 而根据一位熟悉习近平的人说 习近平当时不高兴 这也是马云最后一次被邀请在习近平面前集体发言了 同时马云又被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白宫私人午餐会 还在巴黎的爱丽社工与当时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谈论电子商务 2017年初马云会见了当时的后任总统川普 在摄像机的拍摄下 两人一起走进曼哈顿的川普大厦大厅 川普说他的客人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 而当阿里巴巴十八岁生日时 马云更是打扮成迈克尔杰克逊的样子 在四万名员工面前跳起了Billy Jean这一首歌 这样的一段表演在油管上被数百万人观看 当马云在国外蒸蒸日上时 他在国内的地位却下降了 他的个人办公室有时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机构 向党的领导人提出建议 而这个办公室和办事机构直接向习近平报告 马云却没怎么得到答复 有一位熟悉马云信件的人说 这就像给爱人写情书 但是却没有收到回应 央行后来在内部文件中直接批评 蚂蚁金服通过无现金社会干扰货币流通 央行担心蚂蚁变得太大 在金融风暴中对他无法救援 当中国政府镇压其他企业家的时候 马云却在炫耀炫耀他管理政治风险的技巧 2017年的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总是比监管领先一步 后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会堂邀见50名企业家 马云却没有被邀请 而在去年夏天 马云在访问合肥时 邀请当地医护工作者吃火锅 以表示感谢合肥当时是疫情爆发中心的东北部城市 当地媒体报道称他是马老师 还说他为现场人唱了歌剧 有一位熟悉此事的人说 高级领导人感到十分恼火 北京将中国对于疫情的反应归咎于自己 而有一些官员认为马云不应该感谢一线工人 在去年八月 蚂蚁又提交IPO招股书 披露了详细的财务数据 监管在看到蚂蚁贷款业务一变的如此之大事感到措手不及 官员们重申管理潜在金融风险的必要性 有一些中国投资者也抱怨 蚂蚁在其IPO录演期间表现傲慢 要求人们如果想投资就必须做演讲 还限制出席与公司管理层的会议 蚂蚁在上市前应该保持沉默 但是马云在去年九月却直播了一场与中国流行巨星王菲的合唱 而公司在十月宣布蚂蚁将在上海证券所交易 股票代码还是六八八六八八 这在中国文化中是特别吉祥的数字 公司就受到了社交媒体用户的批评 蚂蚁获得了这样一组令人垂涎的数字 被认为是其关系和实力的象征 在马云十月份发表批评监管的演讲 前一天晚上他提醒员工他计划向当局提出质疑 而在演讲后的几个小时之内 监管就开始查找有关于马云公司的报告 包括蚂蚁如何利用数字金融产品 鼓励过度借贷 威胁中国经济 习近平亲手取消了蚂蚁的IPO 而马云的巅峰之路也就此结束 华尔街日报介绍 几周后阿里巴巴的高管们接受指责 而马云告诉他们 他又说IPO的失败都是自己的错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发表在经济学人上的文章 作者是著名的政治学者福山 福山表示 但是阿富汗并不标志着美国时代的结束 而美国全球地位面临的挑战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两极化 福山写道 从八九年柏林墙倒塌 到二零零七到零九年金融危机前后 美国霸权的巅峰时期持续了不到二十年 当时美国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许多领域都处于巅峰时刻 二零零三年入侵伊拉克时 美国不仅希望改造阿富汗还希望改造整个中东 但是美国高估了军事力量对于实现根本性政治变革的有效性 也低估了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对全球金融的影响 十年结束时 美国军队在两场战争中陷入困境 而国际金融危机则加剧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所带来的不平等 而福山认为 阿富汗对于地缘政治的最终影响可能并不大 美国在一九七五年从越南撤军经历了屈辱性的失败 后来十多年又迅速恢复了主导地位 美国仍然拥有许多其他国家没有办法比拟的经济和文化优势 但是福山认为 美国国际地位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国内 现在两极分化严重 在任何市场都难达成共识 那些觉得自己被精英边缘化的群体要求获得认可 而福山介绍 通常情况下像大流行病这样的外部威胁 应该成为全国团结的契机 但是疫情反而加深了美国的分歧 现在不管是社交隔离 戴口罩还是接种疫苗都成为了政治化的行动 而福山认为 在整个冷战期间以及本世纪初 美国的精英阶层形成了一种共识 就是支持国家在世界政治中保持领导地位 但是两极分化直接影响了外交政策 奥巴马时期 共和党人采取鹰派立场 指责民主党人对于俄罗斯的重置和对普京的所谓天真 但是当川普公开拥抱普京时 一切又大反转 如今大概有一半的共和党人认为 民主党对于美国的生活方式的威胁比俄罗斯更大 保守派电视主播塔克卡尔森甚至直接前往布达佩斯 为匈牙利的独裁总理奥尔班庆祝 而在中国问题上两党有更明显的共识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认为中国是对民主价值的威慑 但是也只能让美国走到这一步了 如果台湾受到大陆的直接攻击 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而言 美国愿意为了台湾的独立而牺牲自己的儿女吗 福山还问道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美国是否会冒险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呢 文章介绍两极分化损害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的标志 是有能力在选举后进行和平的权力交接 而在一月六日之后 美国却令人震惊的失败了 而福山写道 拜登执政七个月以来最大的政策失败 是未能为阿富汗的迅速崩溃 做好充分的计划 拜登说为了集中尽力应对未来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 撤军是必要的 而福山说奥巴马在重返亚洲方面就从未取得成功 因为当时美国专注于中东的行动 而现任政府需要重新部署资源并与盟友接触 福山最后表示 美国不大可能恢复其早期的霸权地位 也不应该渴望恢复 美国应该希望的是 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维持一个有利于民主价值观的世界秩序 能否做到这一点 并不取决美国在卡布尔的短期行动如何 而是取决于在美国国内恢复认同感和目标感的行动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中国批准了一项严厉的全面个人隐私法 将遏制科技公司的数据收集 但是分析者们表示 这项法律不大可能限制国家对于监控的广泛使用 中国最高立法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周五 在北京的会议上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 法案将于十一月一日生效 这一部法律是中国第一部隐私法 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在线隐私保护框架 欧洲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非常相似 包含要求任何处理中国公民个人数据组织 只要尽量减少数据收集并获得事先同意的条款 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 政府在收集数据方面面临更多的公众压力 而中国政府预计将保持对于数据的访问权利 分析指出中国民间社会监控手段仍然非常有限 而中国的新的隐私框架是在政府内部和中国社会 对于网络欺诈数据盗窃 还有国内技术巨头数据收集挫折感 日益强烈的情况下出台的 多年来中国一直有较为宽松的数据访问规则 允许国内公司迅速开发技术 但是也助长了消费品数据的不透明 新的隐私法针对中国科技公司是更严格监管的一部分 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在数据安全和反竞争行为方面 已对科技企业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同时新的隐私立法也统一了以前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零散立法 解决了近年来曝光的一些问题 但是同时新的隐私法也可能会给公司带来高昂的成本 根据最新草案被认为严重的违法活动 可能导致高达七百七十万美元的罚款 或者是一年营业收入的百分之五 分析表示 法律中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条款 比如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或公众利益的海外数据处理列入黑名单 可能是出于与隐私无关的考虑 比如是为了解决美中关系 而这是公司无法预测的领域 此外监管机构在周五还公布了新的规则 要求处理汽车数据的公司 加强数据安全 保护从汽车上收集的个人信息 这次让我们用几个恩来的领率 你们可以利用这个领域 我们用这个领域 那么二66 有领域 和领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